一玉和卢淑晴见面,这是打年后的第二回,两人鲜眉寒暄,前者在屋里捡了一张短榻坐下,后者在桌上倒了一杯茶水递给他,在他身边坐下。 你最近气色好不少?一玉端着茶,却没喝,看了一眼,脸颊又重新饱满起来的卢淑晴道。卢淑晴浅一笑,贵妃娘娘对我很好,我换了屋子,每月的分力也没再缺过。 那就好。一玉放下茶杯,掏了掏袖口,摸出一只荷花袖底的崭新荷囊递给他。 没记错的话,你是四月生的,我提前准备好了礼物,来时就想着见你一面,便带上了,收着吧。不是什么贵重物件,但是是我亲手做的。你独身在宫里,寂寞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好歹记得还有我这个姐妹。 卢淑晴接过河囊,爱惜地摸了摸,喜欢道。 难得你还记得我生辰,可我却没给你准备什么,我就厚颜收下,下回一起给你补上。 好。 两人又聊了一刻,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见门前有了人影,一遇道一声保重,便起身而去。 卢淑晴立在门前,看她走远,将河囊揣进袖子里,低着头,跟着贵妃宫里的侍女回了她所居的后殿。 回到卧房关上了门,卢淑晴小心翼翼地摸出袖口里塞的盒囊打开,里面竟是装着整整齐齐,一小叠折成四角的贵票。 拆开来看,从五十罐到一百罐,免额不等,统共是有两千罐之多。 在宫中行走,想要过得好,少不了要在内室跟钱打点,像她这样一年到头见不着皇上几回面的,使钱的地方更多。 卢淑远不是没往宫里送过银子,可惜他们一开始就送错了门,把卢淑晴投到了杨妃门下。 前后饮了花费过万,到头来,她还是靠着自己的本事,博得皇上一会青眼,一夜的宠幸封了个宝林座,却也换来了杨妃的冷眼和刁难。 那以后,一年过去,她再没有在皇上的面前露脸的机会,而皇上想也没能记起这个春风一度的小小宝林。 想起这大半年来吃到的苦头,卢淑晴握紧了手中和囊,清丽的眉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神采,仿佛在给自己心印一般,低声自语道, 我一定会有出头的一日,一定会有,到那时候。 再说一遇走出太极宫门,正是日头高起,将近晌午时分。 她一路回想着伟贵妃的话,料到这是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心便有些坠坠。 她就知道,那非一事,在李太那里行不通,早晚都会有人找到她这里来,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让她措手不及。 虽同严家这种婚事,李太在洛阳轻描淡写地对她讲了,但从伟贵妃的话里听说,远没有她说得那么轻松。 她大可以将纳妃之事全都推到李太身上,可在知道皇上就在背后盯着的情况下,她又怎么能置身事外? 对,就像是当日她承诺给她的话,她想要做她的毒妻,就必须要承担这种压力。 仅是站在她的背后,她只会越来越怯弱。 总得想想办法才是,一欲左手下意识地移到小腹上按了按,目光微沉。 最好能够堵上他们嘴的办法,便是她怀上身子。 可她却不知是怎么这样的不争气,明明她只有她一个,怎会这么难怀上呢? 小妹 今日是卢俊当差,带着两小队在宫中巡逻,走到太极宫前,老远就认出一欲的身影,在宫中不能喊叫,便吩咐了手下继续巡逻,自个儿跑上前去。 二哥 一欲回过神,卢俊已经站在了面前,先是惊讶了一下,后才想起她这个月调了班。 走,咱们那边说话,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 卢俊似是有话要对一欲讲,指着路边一棵树下,让送一欲出宫的那两名宫女站着,便领了她过去。 怎么了? 一欲见卢俊面带忧色,觉得不像是有好消息,便小心翼翼地问道。 卢俊犹豫了一下,本就对她藏不住话,便压低了声音,照实讲了。 我上午在宫里寻走,听过道的内侍说嘴,今天早朝的时候,建议大夫楚隋梁,狠参了魏王一回,说他身为数子,每月花销笔朝东宫。 用汉王窦太后宠外梁王刘武作笔,言他对太子有不敬之罪,又拿了他年初在青楼里花费五万贯买一本书为例,大赤魏王娇奢。 皇上应该是爱不下面子,当朝询问过后,经魏王承认确有此事,便大发雷霆,当着百官的面痛斥了魏王一顿。 只学他三年实奉,还责令他回到府中,向舍人,向舍人王规重袭何为尊师敬掌。 我料想早朝时,魏王被斥,定然心中激活,你回去可要仔细些,千万别触了他眉头啊。 一欲从宫里回来,李太已经回府,他在书房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书桌后面阅读信件。 抬头看一眼,便指着桌角的燕台,让他过去研磨,并没有露出任何卢骏所说恼火的迹象,全然不像是早朝时候被皇上痛斥了一顿的模样。 带我回一封亲。 好。 一欲安安静静地立在他身边,挽起半边的袖子在燕台里滴了些水,研磨着半干的墨条,看着浓稠的墨汁溜进燕池中,替他挑了一杆,吐好,站匀了墨汁,递到他手边。 大概过去一盏茶的功夫,李太回好了信,割下笔,扭头发现他正望着自己出神。 想起回来时,听下人说起他进宫的事,便靠在椅背上,手臂一环他的腰支,把人勾到了他腿上抱着。 习惯地去握住他微微冰凉的手掌,问道, 威妃,招你作何? 嗯,就是聊了一会儿,他安排我见了抒情一面。 别的倒没说什么特别的。 仪玉背对着他,低头反抓住他的手掌,通过他贴在一起,比了比,他手指足长出他一截来。 李太并不怀疑他有所隐瞒,女人的事儿,他本就不爱多加揣摩,也只事关他,这才会多问上两句。 你的字画楼筹建得如何,可是需要帮忙。 如今一遇的事儿,不管是莫营文社还是五柳要行,李太只派人盯着动静,却鲜少有插手的时候,完全采取了放手自留的态度。 他也是争气,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很少有需要他操心的时候。 一遇掰开李太手指弯,摇头道,不用,有史莲和雅婷他们在操办,地方已经选好,就在西式南门里访的一条古玩街上,环境清静,又不识人来往,只等着重新休憩一番,填些摆设。 下个月,把书搬进去,挂上牌匾就能开门迎客了。 你这字画楼的主意确实不错,若是办得好,不实为一件广义之事。 李太听过一遇关于字画楼的设想,并且对此评价很高。 文学馆毕竟容纳有限,不可能广计贫寒,而字画楼一建起来,假以时日,必可成为辅助相学之人的一大途径。 嗯,我会做好的。 一遇信心十足地应了一声,桌边落着一叠崭新的文稿,李太拿过一卷摊开,道,这是文学馆方送来的手稿。 嗯,一遇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李太一手拦着他,一手捧着书卷,就这么同他一起翻看了起来。 他等了半晌,都没见他提起早朝时候,被楚隋梁参奏之事,直到他是不愿他为此担忧,愈发觉得是自己给他添了大麻烦。 早知道当日买下那本鉴记纸表会被人借题发挥,就是白送他都会忍住不要的。 且他清楚,关键还是在皇上那里。 为人君,为人父,没有一个是不想要臣子听话的。 李世民今早一反常态,对李太发怒,怎会同李太推拒纳飞一事,没有关系。 亏他一直标榜要做他的贤内助,可回过头来想,他从来都没有走出李太的庇护。 没有李太,他带不回卢氏,没有李太,他找不回二哥。 没有李太,他甚至可能早早就被红妆的人抓去做祭品。 总而言之,没有李太,他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李太没有了他,却好像会活得更轻松。 我早晨没吃好,有些饿了,去看看他们午上准备好了没。 一遇拉了拉,李太缠在腰上的手臂,示意他松开。 李太虽然更情愿抱着他一起看书,但想起方才的信还有一封没有回,当时正式要紧,红袖天香不妨搁在碗上。 便低头在他饭香的额颈上,亲了一下,松开手,由他扶着桌子,搅一点地,小跑了出去。 经过半年整合,扬州的丝盐水道已被李太不声不响地握在手中。 这几日从南方送来的寝室尤为繁杂,他的注意力多放在这桩事上,故而分不出太多的心神去发掘一遇今日的异常。 只当他是见了卢家另一个女儿,才会有所感怀,心神不宁罢了。 至于忽略了今日早朝时候发生的事,并非是李太刻意的体贴,而是压根被他搁在脑后了。 当众被君父训斥,却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儿,像是一年前,在宫廷积居时被李太,大骂畜生不如的蜀王李安,便落了个贬斥偏地不得入京的下场,可他清楚,事尚不至此。 帝王权术重在制衡,春烈太子半嫁让他猜出皇上有负东宫声望的意思。 今早会借题发挥,多半都是在拿他这个得宠的皇子给东宫立威,好让人不至于忘记李承前以人之下的储君之位。 加上他性格实在无趣,又实在没有太强烈的感情,去体会在人前被李世民痛骂得难堪。 因此,倒是没料到此事会让一遇大感自责,从而在他们夫妻之间埋下了一道隐患。 但究竟是福是祸,此时尚不能得。 且不管几家是喜,几家是忧,一转眼就到了五月,夏日里天气渐热,京城中的草木繁茂了起来,人们的衣裳一件件的单薄了下去。 正午,街上的行人少了,傍晚出门纳粮的人却数在这一年四季最多。 房市之间的夜间推迟了半个时辰,小商小贩们趁机能多做上一两笔买卖,便格外地喜欢夏天。 黄昏日落,西市离房的一条古玩街上,相比较临街的人来人往,尤其显得清静。 不见贩夫走足,街中央有一家文房宝斋,店内唯一待客的一张桌椅旁, 正坐着两个正在下棋的中年人,一个是这家的掌柜,一个是街对面哪家卖陶西玩物的。 店里的矛头小伙计趁机靠在柜台上面偷闲,手里拿着一把胆子,装模作样地扫着货架, 眼睛却是盯着街对面陶西馆的隔壁,那栋新修气过的三层白墙小楼。 一局落定,陶西馆的掌柜拿下把指指前台,朗宫的小伙计对老友敲声问道, 哎,他这是瞅什么呢? 你前几天关门早,没瞧见,你家隔壁那栋小楼装饰好了, 前几日来了东家来收店,却是一群如花似玉的小女子, 这傻小子没见过市面,看迷了眼,这两天呢,都瞅着呢。 咦,来人收店了? 那这几日便要开张吗? 我上个月瞧着他们陆续了送了好几车来, 原以为他们是做正经书本生意的, 没想到是一些女子做东,看来又是一群千金小姐, 捣吃出来打发时间的。 这么一栋楼面,一年是得要多少租金呢? 这还不算大手笔,你没听说吗? 常乐公主卫星女学,办了间女子学馆, 传闻啊,那女馆里修建有一间宝斋, 里头存放的,尽是历代名家大作, 若拿出来卖,件件可抵千金呢。 据说,那女馆还是得了皇上授意才开的, 这个月初一,头一天挂贬, 登门的人都挤破头了。 哎,倒不知,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啊。 两人借着属其的功夫,轻声交谈着, 那偷懒的小伙计却突然扭头, 兴奋地叫道, 哎,来了来了,掌柜的,对面楼里又来人了, 这回还带着门匾呢。 两位掌柜对视了一眼, 各自起身走到门边往外去看, 同一时间,就在这一条街上, 像他们这样关注着那白墙小楼的人们, 远不止这一两家。 王妃,您请喝茶。 前几日,我派人送来的那一批书本字画, 也都归放好了吗? 都收拾好了, 检查足三遍, 分门别类都归整了, 没有放错地方的。 嗯,去做事儿吧, 我们坐一会儿就走。 一欲轻轻吹开茶盏上浮起的一层薄薄的热气, 这种天气, 像他这样喝热茶的人极少, 难得是这里的掌柜, 是他亲自安排的, 只来过两回, 也记得他喜好。 一起来的史莲同唐庙和他打了招呼, 便兴匆匆地结伴上楼去看。 程小凤和他待在楼下, 这边摸摸, 那边翻翻, 脸上是掩不住的新鲜。 白墙小楼里别有洞天, 进门先是一间敞亮的大堂, 厅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张张茶座, 四脚安置着花架立平, 两边墙壁上悬挂着山水景致, 穿堂而过, 两拍翠叠为慢后, 便是后厅雅坐, 东南开窗, 朝阳通风, 避过窗帘靠墙并立着一排排秋黄色的画木书架, 最下面一层放着笔墨纸燕, 用时只需自取便是。 但若要进这道门, 前提是你在前厅登记载步, 拿了单人的手册, 若不然, 就只好请在外头喝两杯茶, 早来早回来。 二楼和三楼布置, 同楼下大致无别, 只是庄点上多费了些功夫, 字画摆设更为考究。 你说, 这字画楼建起来, 日后真能赚银子? 程小凤收回了眼神, 一脸不信地转身对一玉小声道, 我看着你往里砸了这么多钱, 别到最后再打了水漂啊。 他们一群朋友出门, 惯常是一玉出钱作东, 小到街边一碗云吞, 大到天矮阁一洗韭菜, 花起来从不见得眨眼。 程小凤指道一玉总有大把花不完的银子时, 却不知他是京中新晋口碑最好的五柳要行的三间东家。 当他是倒贴了嫁妆和拿了王府的库钱来用,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如今他已为人妇, 虽嫁人不到两个月, 程小凤已是有所体会了。 一玉笑着摇摇头, 起身走到靠墙摆放的那块牌匾边上。 怎么会打水漂? 你等着看吧, 至多一年, 这秦文阁呀, 便会成为莫营文社的门面。 他手一拨, 捋下匾额上的红绸, 露出上面精工雕刻的题字, 工整、圆润、藏袖, 并非出自当时几位书法泰斗之手, 然是他勤学苦练来的营体。 五月端午, 秦文阁挂扁, 程小凤、史莲、 晋路安等一群女子都参加了清晨的接扁。 请帖一张没发, 一遇也没有到场, 至于常乐公主那座女馆的大张声势, 莫营文社的姑娘们更要低调许多。 五月初八, 长孙府嫁女, 汉王续飞, 不管京中多少公子催凶雷拳, 明满京城的一席角色, 还是嫁了人, 进了皇家的门。 长孙无忌对着小女儿的宠爱, 足体现在长长的嫁妆队伍上, 长子驸马长孙冲亲自送车。 送亲时候的风光, 不禁让旁观者回忆起, 这几年来京城里的风光大驾, 却是少有人不提到 卫王府迎亲那一日声势浩荡的文人百唱, 和那几车让人目眩的玉石家具, 其间气派至今让人回味。 汉王府的婚点, 作为小辈儿, 李太和姨玉都有到场, 但也仅限于一顿酒席。 作为女宾, 姨玉连后院都没迈进去一步, 更别提是为长孙三小姐撒账了。 来来来, 大家喝酒, 今日是本王大喜, 各位若是少饮上一杯, 那就是不给本王面子。 呵呵呵呵。 作为新郎, 李元昌今日恐怕是长安城里 最得意的一个男人, 举杯邀客, 畅怀痛饮, 席间有人多喝了两杯, 出声取笑道, 汉王殿下还是少饮两杯, 莫污了今晚凉晨才是啊。 李元昌摆摆摆手, 满不在乎的大笑道, 怕什么, 本王特意从魁星楼买了几粒解酒单, 今晚就是同你们喝上石坛, 在这道门里最趴下了, 进了另一道门, 还能站起来。 呵呵呵呵。 一群人哄笑, 果然下杯尽兴时分, 口口道贺, 当中免不掉一些, 得知这本该四月半的婚事, 推迟到五月内幕的客人, 窃窃私语。 严席从下午摆到夜里, 一遇和李太傍晚就离了席, 坐车回府。 一进门, 就从总管那里听说了一件好消息, 楚王从属地派人送信来, 说是赵聘荣顺利诞下一子, 母子平安。 一遇先是一喜, 急忙要了书信来看, 为赵聘荣能够平安产子, 感到高兴之余, 又无奈于毫无动静的自己, 心中的酬绪多添了一分。 在李太面前却是笑吟吟道, 这可是二皇兄的头一个嫡子, 我要好好备一份理财事, 殿下帮我参谋参谋。 李太显然没被这份喜悦所感染, 淡淡地接了一句, 你看着办就是了。 他便转身回房去更衣, 到书房批文, 好在一遇没被他扫了兴, 自个儿在卧房, 抽话起要拿些什么好东西派人送去。 主子, 要熬好了。 就同平日一样, 李太每日固定在书房处理公文的时候, 平童端着托牌进屋, 反手小心地将门眼上送到软榻边, 轻声地对一遇到。